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开始工作调传楼还挺频繁的 因为当时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没有前辈的一些指导 就光凭着自己的一个喜好和感觉 就是到处闯荡 就是当了一年快一年的一个电话销售 那个时候是天天在办公室 每天都被困在 感觉是自己整天困在一个 就是见不到天 就是很少见到外面的 一个自然风景的一个办公室 然后就是两点一线 就是家和公司的一样过着 就感觉特别的压抑 就是很想很想逃脱这个环境 所以也不知道到了 我哪天就是突然觉得一点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的时候 就辞职了 然后那个时候心中就想着要去 就是想要去农村自己去生产一些东西 当时就在北京周边看了几个地方 包括去了岩庆 还去了樊山看葡萄 岩庆当然也看的是葡萄 当时是想种那个葡萄的 后面到了昌平南 然后大家就好多人都跟我说 他说你还种什么葡萄 你就是种草莓它就最赚钱了 后面想想可能因为在就是赚了这么多地方 挺多人都是建议种草莓的 所以后面我就在昌平选择了一个地方 做了有两就是从两个棚开始种草莓 还有就我妈我姐我姐夫 他们都比较支持吧 也可能他们也是农村长大的我姐和姐夫 他们可能并不会觉得做这个农业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或者他不会觉得没有前途 然后他们就很 就放弃了他们之前做的工作 然后直接就跑来北京 把他们就是工作四五年的一个积蓄都拿过来投资了 就是然后在第三年就一起种了十个棚 就想说 Wherever you get the whole valley 你怎么会想我们一起做的 对这就没有那么大步 但是vision is very open 因为今天不是种的多了吗 人手也没有比去年多很多 然后我姐夫就把他爸爸叫过来了 然后我发现 其实 他应该比老人 也不知道 我姐夫的爸爸 他其实特别能干 就比我们年轻人靠谱多了 他就很上心 然后就是会 然后因为他自己干的年岁也比较多 就是当农民的年岁也多 很多事情他都会做得比较很仔细 然后会力求做得更完美一点 不像我们年轻人就觉得随便 胡弄一下 就是随便把它做完就行了 他会精益求精 他会想到做得更好 然后他也还不辞辛苦 就特别勤快的那种 我就感觉就是像这种 年龄大点的人 其实比年轻人好用多了 当然就是年轻人能做的事情 他可能不能做 都是复古的 有机会的人 不等一会儿 进来 平坏 从你身上倒进去 永南 年轻人 从你身上倒进去 榨 入门 尽 入门 在 有 对 老门 在 当我乱 老门 老门 小 好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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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另外一集吃 吃 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心裡就一直有個想法 我想要就是因為我 小時候就很喜歡 應該不是小時候就是 從我長大以後就挺喜歡和小孩子玩的 也其實也感覺到小孩子 也挺喜歡和我玩的 所以我做這個農場 其實我就特別希望 小孩子能過來就是 玩得很開心 很盡情的就是像 我們小時候一樣那樣子玩耍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可能會去想 你做一些什麼樣的項目 能讓小孩子來 他能夠玩得特別的盡興 我們說這一次 大家說到這一次 也能做得明顯 我們說一句 你最好 我可以選擇 一句 剛才是警察 你都沒有做 我不是說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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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看 你這個 你這個 都可以 我會想看 你這個 这个是绒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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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它一块是 就醋上了 这个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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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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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姐她就是 我姐夫当然是比较能干 也比较能干 然后也比较讲道理的 那我姐的问题就是不讲道理 她就 她就什么事情吧 她都会 想去管 反正这么多年了 我姐还是那么容易 容易发脾气 然后 然后到了去年吧 然后我表哥 他之前也是做过 做过农业的 他在云南种过香蕉 种过几年 后面他听我叔叔说 我在这种草莓还不错 所以他想过来看一下 他的意思是 想去年先 就是跟我在一起种一下 然后今年打算自己种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反正你自己一个人种 其实也不容易 然后你还要什么都要管 然后还要管卖 所以我就让他 就是还不如合伙做 就是大家一起 不是人多力量大嘛 就是大家有分工了 做起来也轻松一点 后面他也同意了 但是他也就入了10%吧 就是占了10%的股份 然后今年一起做 但就是跟我姐相处的不好 其实因为我们今年是像这样子做了 比如说今年我们的股权分配就是 我姐和姐夫加小于30% 然后我30% 然后我们负责做运营 包括一些品牌宣传的数字 是占了20% 然后我表哥比较少是10% 可能 我会觉得 这个分配 不知道好不好 可能至少分配的时候是统一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分配延续到明年 他们还愿不愿意做 包括今年 在今年相处的挺不好的情况下 所以吧 我就觉得 其实大家一起做 我还是更喜欢大家一起做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大 就是把力量给团结起来吧 就是 当然是把性往一促使 做出来的成果会比较好嘛 就单个做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 我就是想着 即便就是大家比如说 我表姐和姐夫 不 我表哥和表嫂 可能只在了10%的股份 但是你如果能把利润做到100万 其实 除了工资以外 一年还能分18%红 我感觉应该还能留住他们 或者是说 明年还可以再给他们多一点股份 所以感觉现在的 感觉新的规划就是要带给大家多赚一点钱吧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 如果就是发挥了自己的 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其实有很多方面 就我们会有更多的可以赚钱的方面 就是没有去开发出来 嗯 嗯 嗯 所以 我们的规划就是 团结力量 做更多的一些事情吧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 像这样子就是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农座 所以做很少见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挥出 我们年轻人的特点 就是做一些 跟别人一样的事情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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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